其实这些专题都是为下面的 就是下面的很多期的节目 然后做一个铺垫 所以这一期呢 要开始讲的题目是 OK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这一期对对对 先是由我一个人来讲 然后呢 下一期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 然后在驴法这边的艺术家 OK 那么 大家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声音大家能听得见吗 还是给我一个回馈比较好 因为我现在这里听不到我的声音 好的行 没问题 那就正式开始下面这主题了 那么就是 对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直接问我 就是直接问我 我会看到以后呢 我会 不能说一直回答吧 但是我会想办法 然后或者当时回答 或者是稍微晚一些 然后和大家说 就是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好的 那就开始 第一个 其实就是 关于评论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艺术问题了 这个已经涉及到一个艺术权力问题 因为我本人 就是我的一个理论研究方向是艺术社会学这一块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当初选这个研究方向的时候 一个是与我的本身的一个家庭有关系吧 因为我父母也是都是做艺术相关方面的 所以我就是就是在选这个就是从小就听到很多艺术家的故事 然后他们的那个一生啊都非常的怎么说呢 中国当然是中国艺术家的故事了 一生就感觉非常坎坷 文革的时候被批斗 有的自杀 然后有的上吊 哎呀那叫惨啊 然后同事之间 然后相互的这种倾压 然后相互的这种 中国的咱们中国的说法叫整吧 我就想 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状态 为什么大家都是做艺术的 为什么就不去做艺术 然后最后干了这种事情了呢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特别本初在选择我的这个理论研究方向的这个时候 这是我特别本初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一个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就是这个艺术在社会里到底是干什么 到底什么产生 就是为什么通过艺术产生了这么多其他的烂七八糟的事 所以呢 我就去研究这一块的东西 当然我刚才看到有的朋友说是就是艺术与政治 的确是这样 我的研究就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其实就在这 这个政治是一个大的概念 不是一个就是政府这个概念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的概念 所以其实艺术社会学这里的政治的概念 我在我看来不能单单局限于一个政府的概念 是艺术 其实我对这个方向的定义是艺术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对艺术社会学的一个定义吧 那么咱们再往下延伸一步 就刚才说到了这个艺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再扯回到这个评论问题吧 就是说为什么 我这次要讲评论问题 因为很简单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要画我的画 OK 除了画画以外 我要和社会用绘画的形式 或者用我的这个video 或者用我的拼贴这个形式 要进行一个接触 这个接触有金钱上的接触 很简单 我要通过它去得到一些资源 然后满足我再创作 比如说我要有工作室的租金 然后我要支撑我的整个的一个 比如说我做的几个项目 是我自己发起的几个小的项目 比如说上次与大家做直播的那个范老师 范爷 范爷他自己就有一个小项目 是带着很多艺术家一起 然后去怎么说呢 去外面做展览啊 然后闯一闯 这些都需要资金的 动辄就要资金 比如说上一次我 就是前一阵 一月份我在巴黎做了一个展览 那么我和朋友了 当然这个有一个策展人 然后一起做的这个展览 然后光运费这一块就500欧 大家知道就是 4000多人民币的运费 那么其实这些都需要资金 这个都是要艺术家出的 那么评论在这里 起了什么作用呢 OK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一个接触方式是通过金钱的接触 还有呢 就是我做艺术 我要听到评论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才能知道 我做的哪里有问题 一个艺术家其实最害怕的 是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 就是变成一个眼低 手也低的状态 艺术家应该是眼高 手低 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艺术家自己来说 是一个正常状态 因为你一直有一个 往前的方向 所以其实 就是评论这一块 也能帮助艺术家 大家看到观众有人说 艺术家 就是艺术家这个眼高手低 对于评论界来说是一个贬义词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于艺术家来说 这是一个状态 就是说 我们因为你眼高手低 因为你脑子里 总有一个东西 你达不到 你才一直去追求嘛 所以我觉得 当然了 可能是一些评论家 把这个词用成贬义词了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因为 我知道我达不到 所以我才一直去追求那个状态嘛 OK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 这个 评论这个东西 那么咱们继续往下说 就是说 什么 就是是艺术的评论 在我看来啊 艺术的评论 其实很简单 就是观后感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观后感 就是 看看了一个东西的 一个感觉 然后 它哪好 哪不好 我表达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评论 没有那么多 烂七八糟的 条条框框理论分析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 关于理论这一块 有意思的事情 OK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就是 什么是一个 有建设性的评论 OK 我时不时的要低头看一眼 那个监控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啊 然后 还有我的一个小思路啊 我都要看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不能一直看着咱们的镜头 那么下面就说了 就是什么是有建 就是建设意义的评论 这个 这个东西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立即判断 就是 当然了 我跟我的一些 不是艺术专业的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 很快的给我一个信息 尤其是有时候一起去看展啊 当然要有监控了 有朋友问我 我还有监控 万一我这跟大家说着说着 然后我整个监控断掉了 然后整个没信号了 我这还在自己傻说呢 所以一直我要监控着自己的这个 一个就是在和大家交流的一个状态 OK 咱们说回来 就是说我和朋友看展的时候 我的朋友不是艺术专业的 很快会告诉我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这个好 那个不好 OK 大家看到他们的评价有两个 一个是我喜欢 我不喜欢 还有一个好 我不好 这个好 这个不好 那么 其实 他说出来的 或者是我们说出来的 好 或者不好 这个东西是判断 不是评论 是他基于自己的一个感受性的判断 这种判断对于每个个人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对于艺术家来说 其实是一点意义没有的 好与不好 因为每个人都是基于自己的这个喜好去判断的 然后再往下说 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喜欢与不喜欢 其实这都是一个个人的感受 这个东西啊 这两个判断啊 它不能叫做评论 评论是什么 评论是要说清楚 他哪里好 哪里不好 然后你为什么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其实评论在这儿 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 你能很好的说出 我为什么喜欢 我基于我自己的一个审美经验 我的审美经验是什么什么 它来自于什么什么 所以 我基于他看这个作品 我看到了什么 然后我想到了什么 他给了我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才叫评论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种评论是 用我们的一个理解力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逻辑上的 理解上的 一个是感受上的 理解力这一方面 就是所谓的学理论 就是我们用理论去分析 比如说一个作品 我们大而言之 反映了这个 后现代社会 反映了我们中国现代社会 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状况 或者反映了我们中国的现代社会 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心理 OK 这句话说出来 其实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说这个话的 也许是理论家 也许是个人 他凭什么能代表 中国的现代社会 来说出这一句话呢 这个他有什么资格去代表呢 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跟一个法律 OK 一个法官 一个法官在判案之前 他凭什么赋予他这个权利 他可以判断别人的命运 别人的对错 与别人要承担的后果 凭什么 这里面就有一个权力基础的问题 OK 一会儿我再和大家讲这个 就是评论资格的这个问题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说 很多时候啊 其实我和我朋友去逛这个画廊 逛这个博物馆 很多时候包括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不知道 其实这个状态就叫不知道 就是我看不出好 看不出坏 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看到那么一个玩意儿摆在那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其实我们看不懂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了 我谈到喜欢问题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逛街 他指着一个这个衣服跟我说 哎呀 这个颜色好漂亮 那个颜色不好看 我当时我就非常诧异 我就说 哎 他怎么能知道这个颜色好漂亮 那个颜色不漂亮呢 我其实是没法对一个颜色 产生这种判断的 OK 咱们再说回来这个好玩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就是咱们再说回来这个主题了 就是面对这个不懂的东西 很简单 其实就是不懂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以后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了解 其实这个要牵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评价一个作品 就是我们自己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基于艺术家 为什么要知道一个评价 就是评判 那么我们对于自己来说 我们作为观看者来说 为什么要去评价一个作品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口味的东西 这个口味的东西呢 也许来源于 它最基础的来源于我们的 对生活的一个经历啊 理解啊 那么慢慢的 这个我们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口味 比如说有人喜欢鲜艳的颜色 就像我陪着 就是就是那个 我的朋友去逛街 他说的 哎呀这个衣服好看 这个衣服不好看 这个衣服颜色真好看 那个不好看 这个都是怎么形成的 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然后形成了一个性格 然后慢慢的影响到 他艺术上的一个口味 OK 咱们再说回来 没错 也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这个喜好 其实是由于一个人的成长的历史 而形成的 就是说 但在艺术里 对于一个我们观看的艺术来说 这个口味要求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口味要不断扩大的 这个不光光是对于一个艺术家 就是对于一个怎么说呢 对于一个对于一个艺术的观看者的一个要求 还有一个是对于我们人作为一个人自身的要求 就是我们要尝试新的东西 我们要把自己的喜好扩大 比如说原来我害怕游泳 我不下水 然后一到水边我腿就打哆嗦 我绝对不会下水 但是游泳有很多好处 我们可以锻炼身体 然后保持健康 可以让我们冬天觉得不冷 然后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尝试 尝试完了 我们发现新的好处 新的兴趣点 新的有意思的事物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人 他在生活里需要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可能性 寻找可能性 其实关键点在这儿 就是可能性 那么他在艺术中 在审美里也要寻找可能性 一个人对于颜色 可能喜欢亮丽的颜色 比如说这种颜色 OK 这种黄色 荧光黄 这种荧光桃红 可能 这个一个人小的时候 很喜欢这种艳丽的颜色 但是当这个人 他长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 他可能开始喜欢另外一种颜色 比如说灰色系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比如说这种木头原本的颜色 它其实也非常美 那么我们如何能真正感受到这种东西呢 钢铁的颜色 比如说这一把尺子 它的这个灰度和这一块木头配起来 这两种颜色的感觉 一种灰色 一种很柔的这种木头的颜色 和这种颜色 它的差别就非常大 它是属于两个审美方式下 产生的喜好 那么我们 在扩大我们的这个审美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在变换着我们各种的 就是扩大着我们对美的认识 所以这个里面就在说了 就是我们在追求一个可能性 我们在追求一个自我的一个扩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要点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打得越来越开 然后让自己接受的可能性越来越多 然后在这种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中 在生活中找到美 然后找到这些新点 让自己的生活呢 让自己的审美变得更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扩大 就是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审美 不断的去看那些我们看不懂的艺术作品 不断的去了解去体会 OK这个这个问题就跟大家讲清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审美 要去进行一个评论 那么我在下面呢 我和大家讲的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在艺术中啊 这个评论里其实是没有好没有坏 没有对没有错 这个它不是一个两极的观念 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分等级的 就是这个等级比那个高一些 然后这个比那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是一个分等级的 而不是说好坏不好 然后特别烂 就是这种词其实是一点没有意义的 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不懂艺术的人 才会说出来的 其实在我看来啊 然后我想和大家的说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开始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这个沉重一些了 就是有点也不能算做沉重 就是有些接近一个实质问题了 就是说 谁有权利评价他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在生活中 可能会遇到别人评价你 咱我们就会反问一句 你凭什么评价我 你不是我 你凭什么评价我 OK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做了作品 然后展出以后 旁边的人说 这个太烂了 或者说 这个太好了 其实或者说 这个怎么好 这个为什么好 那么问题是 他不是我呀 他凭什么来说我的作品呢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了 原来我把我的画 有一次 我给大家讲一个好玩的经历 我把我的画传到网上贴出来 然后呢 我看到底下的 有一个人评论说 这幅画好像在哪见过 是抄的吧 是吧 我就在想 哎呀 我坐在画室里 画画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 千方百计条构图 然后怎么会立刻 有一个人说出这么一句 我就非常生气 然后我当时就是 后来我就在想这件事啊 就说 其实 这种东西 当我要把画拿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应该准备好一个心态 就是说 等待大家去评论了 就是面对大家的这个评论 是好是不好也罢 然后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就是说 大家在面对评论的时候 自己的心态 应该是要调整的非常好 那么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谁有权利评论他人 这个美术学院 包括这个 这个综合性大学里 都有一个系 然后比如说叫史论系 史论系呢 一般有几个方向 有史历史方向 评论方向 策展方向 就是有这么 还有其他方向 其实比如说 我的 我的这个 研究方向 艺术社会学 那么 他的方向 其实是 也是就是说 和也是属于一个 怎么说呢 理论方向吧 艺术理论方向 那么 这些系里 他们所读的 这些 在读的这些学生 他们学的是什么 他们学的是知识 然后呢 老师会教他们一套方法 就是一个 理论 一些理论 理论是什么 是框架 就是说 知识呢 是那些 小的专务 当然在这个时代 其实知识 是最好获得的 咱们大家在网上 这个搜一搜 就有了 可能以后再过 那么几百年 当这个 人工智能发展以后 大脑和 这个 电子设备 一连接 可能就像 我们现在插U盘一样 立刻就有知识 能进入到大脑 我们都不用再学习了 这是后话了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现在的一眼 这种就是将视觉神经和这个电子信号连接 然后让人在脑子里产生一个图像 以后我们的大脑也会和 就在我看来 我们的大脑会和机器产生一个连接 然后得到一个知识 其实这是特别特别好获得的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叫理论 再学一个理论构架 理论构架是什么 是要分析一个事物 是从哪个角度去看 然后我要 有什么原则 要学这么一个理论构架 其实 这种东西 它是在什么 它是在分析 是在逻辑 是用逻辑 用知识 然后再说明一个什么什么观点 OK 这些东西跟艺术本身 在我看来 其实是两个东西 就像我给大家看一看 就像这个尺子和这个盖子一样 是两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 它们可能有一个东西连接 都是工具 我们都可以叫它工具 但是它本质是两个东西 那么这个理论上的东西是什么 是知识 是逻辑 是分析 然后是这么一套东西 然后这个会 就是真正的艺术是什么 是你的敏感 你的直觉 你的感受力 你是否真诚 然后你的想象力 等等是这些 其实这是两个东西 就跟研究和创造 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两个东西 也就是两套方法吧 或者说 那么我们 这个在艺术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可能我刚才说的有些抽象 就是 比如说 我看到过 就是我当时在法国参加一个助流 然后我 我去到他那以后 我看到就是那块有小 他们 有的艺术家带着孩子在做东西 我看到那个小孩 五岁做的东西 我看到以后 非常吃惊 就真是看得我下巴都掉 掉来了 就那种感觉 做的太棒了 就是里面的艺术的张力 非常棒 那么 我 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小孩 其实 五岁的小孩子 他在艺术上的直觉 他在艺术上的想象力 他的那个心灵的敏感度 实际是非常高的 他做的东西非常好 但是 我现在要他用一个理论去分析 我要他用知识储备 然后去 缜密的推导出他的一个观点 这个完全是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和理论 这个东西其实是两回事 OK 我用一个例子向大家说明 那么 OK 那么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说 我们 那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还要去学这个理论呢 就是说 尤其像我 为什么我在做艺术 我也在研究理论呢 其实这个 这个 说回来吧 审美 这个东西啊 就是 它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或者更高的说 它叫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那么 我们最开始 OK 大家可以看朝鲜小朋友 或者说 我 回忆我小时候 我只有一种价值观 还是别人灌输的 那么 从小 大家 先入为主的 在你没有成 有价值观之前 别人灌输给你一套价值观 那么 呃 后来 通过不断的学习 呃 我们可能具备了多元价值观 然后呢 呃 在下面 该做的一件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 组织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一元的价值观 肯定是 不好的 我不能说它不对 但是我决定 我确定它是不好的 多元的价值观 容易产生价值观的混乱 就是说 我做一件事情 我用道德判断它 我用什么什么理论判断它 然后我用这个 呃 现实的情况去判断它 得出来的结论 我该去做和不该去做 其实 都是 有时候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到底还去做还是不做呢 其实这个就很好玩了 就是说 呃 这个这个 莎士比亚不就说吗 to be or no to be 就是我们去呢 去做呢 还是不去做呢 这个就需要 你把这些价值观 最后融合 进行一个判断 进行一个呃 再认识 进行一个思考的分类啊 最后形成你的一套价值观 其实关键在这儿 谁说的对与错 呃 谁说的好与坏 谁说的那些理论 然后谁说的 所有的这些呃 原因 这些好的点 不好的点 都无所谓 有最关键的是呃 呃 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怎么通过 看清别人对艺术 咱们回到艺术上来说了 就是别人对艺术上的评论 然后组组组成我们自己的一套呃 价值观 一套我们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 我们自己的这种就是判断的标准 其实说回来就是在这儿 那么的确的确啊 就是有关 有有有有这个朋友说很难 我同意很难 呃 但是活着也很难呀 对吧 人 呃 其实呃 呃 在我看来 就是咱们呃 呃 不说在我看来啦 就是说呃 呃 在西方的这个理论里 就是他们有一个理论 就是人要追求一种呃 超越 人要追求一种超越 我们是否可以超越 我们现在的我 呃 呃 我们 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生活的价值 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呃 他们组建的这个呃 价值体系里 美 白 说我们承载的我 哦 大家可以听见吗 OK 行 就是我们呃 呃 我们 呃 我们 超越 于我们现在的我 去追求一个 更卓越 更无限的 我 这个其实是一个西方 在西方话语体系下 人的价值 那么呃 就是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米开朗基罗吧 米开朗基罗 大家为什么说西方人佩服 他是一个巨人呢 因为他干成的那些事 都是在常人看来 很难干成的事情 嗯 所以就是说呃 超越 那么下面呢呃 我再呃 跟大家说就是下一个主题 就是说 哦 没有啊 这个主题还没有说完 就是再回来 就是说在呃 很多人他学了这个艺术的呃 评论啊 这个理论以后啊 其实他增长的是逻辑的思考能力 增长的是一个分析能力 然后呃 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 实际上他对这种艺术上的这个感受力这些 他也许会起到一定的增长作用 但是呢呃 这要看他个人的能力了 我见过 我见过很多人了 他们用很庞大的理论去分析一个东西 但是 那个东西其实他一点都不感人 一点都不像艺术家做的 呃 有有有句话就特别好玩了 就是说最后这种就是学呃 学了很多理论的包括评论者 包括艺术家 他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使劲的说玩命的骗 说晕了算 就是当这个时候出现以后 那么呃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来评价一个艺术品了 那么 所以就是谁有权利评价艺术品呢 谁有权利评价艺术呢 其实人人都有权利 呃 这个合法性呢 的来源 合法性 其实每个人 都是合法的 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价的 所以没有人比一个人他更具有合法性 如果在这里都有在艺术里都有合法性了 那么难道说我们要在艺术里又组建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吗 又要组建出一套不平等的这个体系吗 其实这个是关键 所以每个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啊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了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每个人都是很好的评论者 因为他面对的是自己 而且 而且只要每个人不断的去自己进行一个精进 那么他都可以很好的评论一个艺术品 有这个朋友说 问题是不会评论啊 哈哈 对 对对于如何来评论 其实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个问题 OK 那么咱们一会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说 这个评论 就是如何来评论一个艺术作品 我在其实在我看来啊 就是说 评论一个艺术作品 它是 就是像我说的 其实像前两期 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下了 就是说 我们怎么增长 我们艺术上的敏感度 我们怎么去真诚的 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关键点也在这 就是我们怎么先要 非常真诚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去练习我们触摸这个世界 用心灵触摸这个世界的敏感 就是这个敏感的方式 就是把它要一点一点的做好 然后 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直觉 就是看到一个东西 立刻直觉就是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卢本斯在逛意大利的时候 看见了卡拉瓦乔的作品 然后他呢 通知他的一个朋友 是当时的一个公爵 然后把卡拉瓦乔的一张退件买回来了 就是这个退件是怎么回事呢 他给这个好像是修女吧 修道院 对 给一个不是修女 修道院 画的一个 画的一个就是画 然后这个修道院的人看完以后不喜欢 不符合他们的口味 被退回来了 但是卢本斯当看 卢本斯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知道这幅画被退下来 马上推荐给他的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把它买下来 他的朋友连看到这幅画都没看到 就直接就这么买下来了 其实这个评价 评的是什么 评的就是艺术上的直觉 这个直觉 他就是在一个人的 大量的去真诚的去看了很多作品以后 然后他变得非常敏感 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会有一种直觉产生 这个直觉其实说起来很玄了 我本人的这种例子 我给大家举一个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画一个主题 关于一个乔的主题 这个是我一直想画的一个画 但是我放在手边已经一年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画 有一天 我去工作室 然后我从地铁出来 然后就在走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突然脑子里呈现了那幅画的样子 的确说起来很玄这个东西 就对灵感 这种东西是灵感 也是一种直觉 我觉得就像被就是这个西方他们的画 叫上帝之光 一下被照亮了 一下就知道那幅画我该怎么画了 这种东西其实是直觉 它建立于我 大量的看 大量的 大量的想 最后有一天突然就感受到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直觉力 然后还有一个是想象力 这些其实是一个就是人个人对内心的一个 个人内心对艺术的一个评价 这个想象力 其实咱们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从小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里 其实想象力非常匮乏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小时候都是通过一个应试教育 然后这种教育体系是非常有问题的 他的确把人培养成一个很好的螺丝钉 我们有很好的应试能力 我们有解题能力 但是你让他创造议题 创造题目 让他问出问题太难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 他脑子其实是一个不自由的状态 是一个随时等待评价 等待别人评价的状态 他一不自由的话 他这种想象力就会泯灭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 我们拿起画笔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 西方人士我要这么画 咱们中国人士 哎呦喂 我该画些什么呢 就是其实这个当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 就产生了两个状态 这个很能说明我们想象力的贫乏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所不适常的 因为咱们没有这么好的一个 就是环境能培养我们这种感受能力 然后直觉 这种比如说感受能力是怎么被泯灭的 很简单 就是我们怕受到伤害 我们比如说从小的这种教育 会有一个比这个谁成绩好 那么慢慢的 大家这种要寻求一个自我心理保护 那么慢慢的这个直举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敏感度 如果你要升的特别高 你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OK稍微等一下 我把窗帘挂上 我已经看不到 看不到屏幕了 OK 今天突然出阳光了 这个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升下来了 巴黎这个一直在下雨 这一段时间 刚才讲到了这种敏感吧 就是所以大家要处于一个自我保护状态 会把这个敏感度降得非常非常低 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就是等级制 非常明确这种上压下面就要做 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辩论的这种机制的这样的社会里生存 其实我们不敏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太会在意别人的感受 那么其实关键点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敏感想象力 然后真诚也是 就是也很难达到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 他一面在复制自己的东西 然后一面在跟你讲艺术 其实你看他做的和他说的都是两回事 这个怎么能真诚呢 其实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敏感真诚与想象力慢慢就丧失掉了 那么在谈什么直觉能力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 所以呢 就是说这些能力啊 是我们要一点一点在后天找回的 怎么找回啊 怎么找回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 个人的一个事情了 比如说我们要不断的 就是做事要知行合一 要不断的要求自己 就是说当我们说了不真诚的话了 然后我们会有一种愧疚 所以这个也是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文化二元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基于别人在考虑 没有基于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先会想 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而西方人的关键是 我做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符合不符合 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这是一个两个思维 就是说那么大家就要具备一个 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我心灵导师算了 算了我不给大家讲这个真诚问题了 太可怕了 这咱们说回来吧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里的问题 就是在文化构建上 大家如何能在这个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一元文化下构建出一个自己的一个 更就是怎么说呢 如何在学习一个西方的二元文化 就是加进一元来 加进到我们的这个意识形态里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考方式更多 其实就说回来就说到这儿了 然后 其实我一直和大家在聊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状态 都是我们怎么说呢 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 觉得这样是好的 那么 现实中又是什么样的 其实现实中吧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一些我的看法了 就是说在这个小的问题上 就是说要谈这个艺术评价在现实中的问题 我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评价的 比如说在这个报纸上 这个杂志或者电视网络上不断的在有 这个艺术家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哪好哪不好 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 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一个理解方式吧 一个呢 是从艺术家本身 就是艺术家本身来评价 还有一个呢 是外界的评价 就是非艺术家 非艺术家呢 大体可以有很多种分法 可以分为职业 可以分为这个 社会阶层 就是每个职业的从业者 他看一个艺术品 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每个社会阶层 看艺术品呢 他的方式也不一样的 但是 在大多时候啊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分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所谓大众和小众艺术 这一块 就是咱们现在可能要扯的稍微远一点了 就是说 每个评论者 他所要干的是什么 就是 咱们现在说回来 就是大众 就是普通的人 对艺术怎么理解 比如说没有学过艺术的人 其实他的艺术 无非就是装饰嘛 就是放在家里装饰 放在厨房 对吧 然后放在客厅摆张画 挺漂亮 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谈资 然后和别人聊天 然后哎呀 谈起艺术家觉得 谈起艺术觉得 很 怎么说 很有格调啊 然后 还有呢 就是娱乐活动 这娱乐活动 娱乐活动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 艺术家有助流嘛 我每年会去报一些助流的 我也非常喜欢参加助流 那么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一例子 比如说八月份 我要去一个小岛上 做一个小的艺术助流 在法国这边 那么 就是说 其实 有的助流 在我申请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他说 为了活跃当地的文化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请艺术家去 然后在当地呢 做一个活动 要求呢 要市民参加 这个其实是一种娱乐活动 这个我就特别 觉得就特别有意思了 就是说 他的这个 的确艺术家 可能会创造一些东西 在这个活动里 比如说公共艺术家 但是他对大众来说 是一种娱乐 所以大众看这个艺术的时候 就是一种娱乐活动 比如说 我记得在13 对13年吧 好像在法国的昂热 就是那个欧野尼格朗台 那个格朗台 他所在的那个昂热 他就有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找多少个人 叠那个纸贺 然后把一个教堂装饰起来 然后请了很多很多人参加 其实这就是一种娱乐活动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审美愉悦 就是放在家里 看着心情舒畅 就是摆张欧洲古典油画 在家里感觉心情舒畅 这是一种愉悦 然后呢 所以呢 大众在评论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基于这些 他所要的目的是否达到 比如说 第一他看不懂 第二呢 又起到不了装饰作用 第三呢 又给他不了愉悦 那么他就觉得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判断 就是没有意义了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再说回来 这是刚才说了一个大众 还有一个小众的 小众的 这些人呢 比如说他的资金可能多一点 什么人可以花几千万美元 或者几百万美元买副作品 他也许是博物馆 也许是个人的藏家 那么对他们来说 这个艺术品 他的这些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提高 他一个文化上的资本 他这个资本 可最后还是要转化成 就是产出的 就是为他的这个资本的再生产 或者再产出 要做一个贡献的 比如说投资 有的人现在 买这个 这个股票不是老爹吗 然后房子呢 中国那房子价格那么高 然后万一哪天 快插一下 跌下来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人在投资艺术 没错 就是投资艺术品 包括 我在这里也帮助一些 就是我的朋友啊 然后这个购买一些艺术品啊 包括我自己也做一些收藏 所以就说他这个资金进去 他是要保值的 他是要再产出的 他有一天卖出去 可能想卖的价格更高 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资本进来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是最 刚才我说的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一种社会义务 像很多的大的基金会 他为什么要资助这个艺术家去创作呢 就是说他觉得他在履行一种 就是推进社会文化发展的义务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 也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他的目的了 就是说他要资金集中以后 去推进 去把集中的资金再投入到某一项 让他继续发展 这个其实说到这 我就想起最近 就是我在看的一个书 就是暴力的六个侧面 里面就写到这么一张 其实第一个暴力 这个第一个暴力就是一个 资本 他的一个资本与掌握资本的人 他的一个矛盾性 就是说 这些掌握资本的人 他完全在强调要公平 社会要发展要怎么样 他集中资本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 但是问题是 其实他集中资本的这个过程 可能正是他反对的一个过程 OK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培养 就是 这些基金会 他投入资金 去给艺术家 那么其实这个呢 也是 就是说他 这个资金投进去 他是有一个再产出的功能的 他也许产出的方向 不是资金的产出 是一个文化的 推进 所以其实 就是说 这个小众 对于这个艺术品 他有这么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 比如说他 家里有些很多艺术品啊 然后他 他能吸引其他的资源 来到他这里 可能更容易一些 然后呢 我觉得还要讲一个 就是艺术家自己 艺术家自己 创造的一个 就是目的性啊 比如说最开始 咱们又讲回到拉斯科洞了 拉斯科洞那种 就是我 就是这个创造者 他可能就是一个大的巫师嘛 这个巫师就说到 就是他 比如说我今天带着所有的人 我要打一牛 就在那个洞里画一牛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儿 跳舞磕头什么的 然后 所以在那个时候 艺术家 他是 本身是一个功利性的 一个创作 然后比如说 他还有一种宗教 就是比较宗教性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敦煌 云岗石窟 那些人为什么在创作呢 因为他有一个情感寄托 有一个宗教性的寄托 那么这个时候 艺术家又 顺从一种宗教性 然后还有一些审美 纯审美性 然后有一些是政治性 就是比如说 这个自由领导人民 大家知道这个画吧 卢浮宫里 非常有名的一个画 他就是一种 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政治抱负 然后还有一种情感表达 梅杜萨之乏 这种绘画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宣传画 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宣传画 或者是西方卢本斯画的那些 宣传那个 意大利的那个 梅蒂奇家族的那个皇后啊 就是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画 他有一种政治性在里面 所以其实 艺术家在 就是创造的时候 他的这种想法也不一样 那么 其实这个就说出了 就是说怎么说呢 评论 这个一个作品 每个人站的观点 每个人 他所处于的那个文化的话语的环境里 他的这个评论的方向和观点 其实也都不一样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一部分艺术家 其实他一直想把艺术向前推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 有些艺术家 包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 艺术方向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方向 他有一个就是说 创新的这种观念 就是尤其我在法国这边 很能体会到 就是 你的东西好像是心不心 就是好 这个东西 其实他的一个逻辑 眼镜是 怎么说呢 是美术史 美术史家发展 就是在科学思维下 产生的美术史 写历史的人的一个思维 和资本的一个结合 产生出的一种评价标准 所以其实 现实中有的这些评价的标准 评价的既有的这些评价的方式 其实他都是一个来源于某一小部分人 或者是某一派人 而且他是掌握资源的人 就是比如说美术 我刚才说的 美术史家他掌握了一个书写历史的这个权利 然后他和这个金融一结合 金融呢 他又想进到艺术里来再炒作 再更大的资金 然后再有一些评论 就是一些就会分析会说的人 这三种人一结合 统筹在一个我们现在的 对认识理解这个艺术的这么一个 具有科学 科学这种学科思维下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种东西 一结合就出了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他我没见过 他就好 这个东西新颖他就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时尚的概念 跟艺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是时尚 那么这种东西呢 为什么他会在社会里存在呢 其实 就是刚才那三种权利的需要与结合 所以 当一个艺术家 服从了这个评价标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工作室 有一个艺术家 一个巴黎人 然后他呢 开始画画 后来我就看他 不断的在做一些新奇的玩意儿 形式不断在变 然后新的材料加进来 不断的在找 就是 慢慢的我跟他聊天 也发现他其实不太清楚他在干什么 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也不太清楚 他也其实不太清楚 他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 哎呦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送了一个鸡钢杯 赶紧谢谢您 然后 所以 对他来说 他 其实是一直在 去要创新 他在他的脑子里 创新是他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 越创新 越好玩 然后 社会的 这个支出度 越高 所以 慢慢的这个思维模式 就进入到他的思维模式 把他的思维模式替代掉 所以 这一点就特别的 怎么说呢 这是现实中的一个操作 以后我会和大家讲一期 就是说 如何替代别人的审美模式 在艺术形 这个艺术 这叫怎么说呢 在意识形态 艺术的这个意识形态上 怎么同化他人 替代他人 然后怎么让我觉得好的东西 让你也觉得好 然后 最后你就变成了我 然后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 到时候我会 有一期和大家专门举例 这个就是 也是我研究的 艺术社会学的一个东西 没错 洗脑 就这么简单 就是洗脑 这个东西其实很常见了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文革时候的那些 这个一九五几年 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比如说 当时提出来一个观点 现在我要攻击一个观点 很可怕 叫油画 民族画 OK 这个观点其实是洗脑的观点 它连问题都不成立 这个问题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中国人吃着中国人的东西 拿着中国人生产的颜料 然后你在那画 你怎么就不是中国的画了呢 你就必须有某种形式 必须有什么什么 你才叫民族画吧 大家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个问题背后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提出议题的权利 我提出这个议题 剩下的那些人 代替他们的思考 让他们围绕我的议题运转 这样我就掌握了艺术的话语权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是 艺术话语权的争夺里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到时候我会专门来分析这个东西 它的荒唐性在哪 当然我要攻击它 我要是证明 对吧 我要证明它很荒唐 我不能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到时候我会和大家一点一点证明 这个东西到底是 它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议题 OK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说到这个艺术家了 对吧 就是艺术家怎么来评价 就是说这里我想在说之前 我再明确一点 就是说 什么叫一个有建设性的评价 那么我们能说出一个东西 哪好 哪不好 它给了我们什么感受 引起了我们什么样的联想 我们通过它又思考到了什么 它的那些细节让我很感动 为什么让我感动 还有如果比如说有一幅画 有一个人跟我说 如果你要再这么画 然后可能就更有意思了 这一点就特别的让我感到很兴奋 我就会问他 你为什么觉得那么画就有意思了呢 他会给我很多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呢 我再回看我的经历里有没有 然后我再重新审视我的画 这样的话 这个评论是一种有建设性的 还有一种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 还有一种有建设性的评论 是让我们看到我们 没有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 有一个人他非常敏感 他通过这个画 他通过这个艺术品 然后看到了很多小的点 然后他通过这个小的点的一个解读 突然理解了这个艺术家 对大的点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他没有理解艺术家 但是他从这些小的点想出了新的一个解读方式 然后这个时候 他说出来 也许连艺术家都没想到的东西 他看到了 他想到了 或者说艺术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 被他挖掘出来了 然后艺术家一下明显的用这个感受 感受到捕捉到了 他潜意识里的东西 这些也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评论 比如我给大家 就是一个评论 它是能引发问题的再产生 再思考 这个时候他就有了建设性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是16年 我在巴黎的一个画展 然后画展刊目以后 我在那站着 然后给这个来的人介绍我的作品 然后呢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 我当时 这个 当时我展览的一幅画呢 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关于一个人性阴暗面的一张画 一个老太太 她姓佛教 OK 他来了以后 看了我的画 然后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画这些画呢 然后我跟他说 我看到了人性的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说了一堆 然后他说 然后他当时就回问我 就说 但是你画的这些东西 是有一些阴暗的 人性的阴暗面 你既然想要这个世界好 你用一种阴暗的东西 你给出来 会不会更加阴暗呢 OK 回去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 引发了我很多很多的思考 包括 我后来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解答这个问题 我终于想清楚了 我到底下面是否要继续做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议题 就是说 我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OK 那我用一种阴暗 不好的东西 去对抗这个世界 不好的东西 我是不是就变成了 这个不好的东西呢 我是不是就是为这个世界 添加更多的业呢 就是这种东西 后来我想清楚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就是说 他当时提出的 这个老太太 向我提出的这个议题 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议题 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 所以像这种评论 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能衍生出思考 能衍生出 再衍生出很多问题 OK 没错 人家是从一个宗教的观点 来看这个世界 就是刚才有一个 我看到一个朋友说 老太太是哲学家 其实是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不一样 我是从我的艺术上的观点 它是从一个宗教的观点来审视我的绘画 它也给了我一个其他的 就是再观看我 就是再审视我自己绘画的一个方向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 听与我职业不同人他们的感受 其实他们能给我各种方向 然后去让我再理解我的绘画 让我再审视我自己 做的这个艺术 是否是我想的那样 OK 然后呢 我给大家再 再说 现在好 已经超18分钟了 我想 还有一个就是 我想和大家说的 就是说 咱们从一个 就是社会的这个 再生产的角度 我当然现在要切换角度了 我现在不 不在艺术的这个 理论里说 我再用一个社会学的构建的 这一个理论来探讨下面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艺术家其实 面对于社会在 生产出 一个 生产出 一个作品 这个 消费 这个社会人 社会里的人 对他有一个消费的权利 我买 不买 对吧 然后对他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我买这一件 我不买那一件 我还有对他有什么权利呢 就是 还有就是 对他的一个评论的权利 那么 其艺术家 他在这个社会 就这个社会学的这个概念里 他有什么权利呢 他有生产的权利 就是说 就跟制造iPhone一样 我可以制造iPhone 我也可以制造诺基亚的板机 然后我也可以制造蓝莓的那种 全是小键盘的机器 然后艺术家在干这个 就是在社会学的这个概念里 然后艺术家是给出的一个人 而社会其他的这些人 是一个选择的人 其实这两个东西 他要非常好的结合才行 如果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它会让艺术家产生更多 更丰富的东西 如果一方的这个权利失衡了 艺术家这个权利过小了 最后变成什么呢 就是单一化 就是大家看建国初期的那些作品 其实都差不多 那个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那个脸都差不多 你把那个女的那个头发一剪短 弄成一个板寸 然后穿一个背心 然后他就他就是一男的 就是这种单一化 这种东西 就是就是权利失衡的一个产物 还有一个 如果艺术家的权利过大 这个外界的权利过小 又会变成一个什么状况呢 艺术家就生产 开始生产垃圾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到时候我会讲一期 就是法国现在到底 他的艺术现状是什么 OK对不起 就是艺术家一年画不了几张画 然后 每天出去吹牛 然后或者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艺术家权力过大 然后外界权力过小 又变成这么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权利的平衡与结合的方式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吧 评论 其实 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吧 就是评论的确很重要 要去听 但是呢 其实 能真诚评论艺术家作品的人 就非常少了 然后他还能 又那么准确的给出一个 给出一个观点 或者说引发我的再思考 这个又是非常少了 所以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问题吧 我老觉得 我每一次画展开幕啊 我都就是抱着很多希望 然后听到 希望能让我自己再往前演进 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和大家接触 就是我的作品与公众接触的时候 但是呢 很多时候是一种套话 就是 画展开幕 然后你不断的跟人打招呼 哎呀 今天怎么样 今天天气很好呀 你的作品非常好 怎么怎么样 其实 这些来说是一个套话 他无法引发一个人的再思考 没错 就是尬聊嘛 其实这个也是就是 对于艺术家来说 自己也要评论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我绘画的时候 很多时间我是要坐着去审视我的绘画 就是我跳出艺术家本人的这个状态 我创作的那个状态 我要变成一个第三者 然后我用一个第三者的眼光 去旁观我的绘画 去与这个绘画去对话 然后我再换回我自己的这个角色 再去看 其实挺分裂的 大家不觉得吗 就是你不断的要 在这个绘画里 你在绘画的时候要扮演很多自己的这个 就是换很多的这个视觉 这个思考方式 不断的审视自己 其实这个也就是 怎么说呢 我想跟大家主要聊的这几点 其实也在这 然后下面呢 我想就是引发出下面的 就是下面的论题了 就是说 话语全 其实大家看到这么多问题 关键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评价 都可以很好的评价 只要我们精进 只要我们自己去 不断的审视自己 然后不断的去 把自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我们都能做得很好 在美术评论上 但是现实中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权力问题 评价是一个权力问题 谁掌握话语权 谁去评价 创作者的话语权 其实是慢慢被掩盖的 比如说 就像我的画被抛出去以后 然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或者说别人 我有的时候站在展厅里 然后看着别人看我的画 绘画的时候 然后我听着别人 他们在聊一些我的绘画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就是我的画被抛出来 其实就是被拿出来展览的时候 已经我已经从心理上 和它断了联系了 就是所以呢 这个话语权 其实我已经开始交给别人了 其实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小的变化 那么谁掌握这个话语权呢 其实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金钱掌握这个话语权 还有一个是权力 掌握这个话语权 谁有书写美术史的权力 谁有评论的权力 谁是媒体 然后 每个人 看到这个话呢 每个人 他作为一个个人 他也有这一个权力 所以后面 其实我要和大家讲的 就是关于权力问题 就是金钱与权力 对艺术的发展的一个问题 OK 到后来就会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就是商品 艺术作为商品的一个评级的权力 然后艺术作为权力本身评级的权力 还有一个艺术里的人文精神 我们对他的这个 人文精神评级的一个权力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的技法呀 各种东西 然后分开 其实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把艺术评论解构掉 把评论的人解构掉 他有多少人能进行一个评论 然后他有 这些人 他每个人的职业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解构 对于评价本身 评价的这个 就是评价时候的角度 比如说商品 这个同一件艺术品 它的商品的作用 它的这个美术史的作用 它的里面所含的人文精神的作用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这次呢 我想就先谈到这里吧 然后这次和大家聊的这个 就是这个标准吧 艺术与标准 谁给出标准 其实这个标准形而上应该是什么样的 谁 这个标准怎么建立呀 然后 其实这次主要聊的是这个 可能没有聊得太透 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 后面慢慢 慢慢一点一点一点 会把它分得更细 然后变成就是把它解构掉 然后一点一点的说 可能慢慢的这个主题就会越来越透彻 然后我看已经18分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可以和大家聊一些小的问题呀 然后这次直播就先结束掉 下次可能下面要休息两周 然后两周以后再开始新的直播了 因为下面就是下面我要出一趟拆 然后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坐飞机要十多个小时 然后再去 就是从那边回来以后就赶上春节了嘛 下一次下个周 下下周四就是春节 所以春节的时候呢 大家过节 不讨论这么沉重的学术的东西 然后等春节过后 然后再和大家再继续下一次的一个小的讨论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现在我和大家聊一下 我再等一下大家的问题 创作和评论 更喜欢哪个 首先大家不用叫我老师 直呼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陆航 创作和评论 其实我记得在 我原来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啊 里面有一个小的小说叫贝仪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贝仪 然后贝是宝贝的贝 仪是那个就是亲属 那个仪就是贝仪 他里面就写了一个艺术家 就特别好玩 然后巴尔扎克对艺术家说过这么样的句子 就是说懒惰的艺术家 最后就变成了评论家 我非常不支持这个观点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还是更喜欢创造这件事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当初的 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这个教育部 教育部长请一个就是学者出来 然后当校长 这个学者不同意 然后当时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知识啊 就是说最有能力的人 他搞研究 然后最没能力的人去当官 所以他以这个理由来拒绝了这个 这个教育部长对他的一个邀请 那么我觉得呢 当然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一定说当官就是没有能力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在做官 但是我对我来说 其实我更喜欢我的本身的一个属性是一个艺术家 就是第一呢 比较自由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第二呢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能创造东西 其实创造东西 等一下我看一下 艺术展看不懂 可是感觉有艺术评论也看不懂怎么办 OK我一会再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 就是说 咱们再说回来 就是说 创造这个东西的确能给人一种快感 当你看到你的一幅画完成的时候 你会非常高兴 然后你创造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艺术研究上很少能给我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去做艺术家 然后评论呢 只是我的理论研究方向 我从另外的一个方式方法去了解艺术是什么 只不过是我想求知的一种方式 然后 我看到刚才的朋友有一个问题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就是艺术展看不懂怎么办 这个看不懂啊 其实没关系 看不懂就看不懂 然后呢 再继续看其他的 然后 把这个艺术家名字记住 回来呢 想研究一下呢 再看看他其他的作品 然后再看不懂呢 就先放在那 然后 想再了解的话呢 就看一些有关他的文章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的经历 然后 看看艺术家自己说他想 到底想做什么 然后就放在那 然后再看不懂的时候呢 就是时间会让你看懂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强求说一次我要看懂什么 呃 甭说别人了 我也很多看不懂啊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呃 慢慢的大家就会越越懂的越多 然后 然后我再看一个问题 刚才朋友提的是 呃 如何同 呃 如何同亲情朋友 谈审美 是吗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这个问题 如何同亲情和朋友谈审美 哎呀 这个 这个很难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事情 呃 像我现在和和我的家人就很难谈审美上的事情了 因为毕竟生长的年代不同 生活的背景不同 每个人基于的这个点都不一样 我能呃真正能谈出很多东西的人呢 呃 一般是我的艺术家的朋友 嗯 因为毕竟呃 都是年龄差不多 然后呢 或者老师会给 会俯瞰我的东西 然后给我一些指导 呃 然后呃 真正谈论起来 能给我很多很多 新的建议想法的 其实人是不多的 呃 就几个人 嗯 毕竟 有些东西差的也太远 就是说他懂的 可能我不懂 这也是个问题 我原来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说一句话 我两年后才懂 然后他当时说的意思 呃 当然这也就没法谈了 所以呃 我想也是大家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呃 对方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然后在相互的这么一个了解吧 呃 如何谈呢 其实跟普通的呃 比如说没有学过艺术的朋友 就是相互表达一下 呃 一些想法吧 然后呃 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和而不同嘛 对吧 就是呃 我知道了 嗯 也许感觉 嗯 他这想法有意思 好玩 然后可能事情也就慢慢的过去了 我再看一下 呃 怎么看待学院派 呃 学院派这个东西啊 呃 首先是哪个国家的学院派呢 法国的学院派还是中国的学院派呢 然后这个学院派都是谁呢 我觉得我们最后要确定到艺术家 呃 学院派呃 他 这个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了 它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事情 我们 嗯 如果如果要是呃 如果要是范范的来说吧 就是当然这个朋友没有具体的提出是谁 呃 我觉得范范的来说就是学院里教的这 这这这这一派吧 就是学院里教出来的 呃 其实学院派 呃 就是从学 我本身就是学院出身嘛 就是呃 先是中央公益美元附中毕业 然后进了呃 四川本油画系 然后后来又到法国 然后不是国立高等美元读书 然后呃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边 然后也慢慢进入到法国美术家协会 然后呃 做艺术家 所以这一条路走下来 我感觉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 呵呵 至少经历上是这样吧 嗯 我觉得第一学呃 在中国的学院派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失诚关系 在外国呢 呃 呃 更强调的是呃 老师都是围绕你转 如何帮你培养起你的对艺术的一个认识 这是关键 而在中国是你怎么呃 呃 给 其实这一点是我出 想出国的一个关键也在这 就是我在中国老学 就是当时毕业以后读研嘛 我 看到很多同学就是感觉像给老师打工 然后慢慢的画的也像老师了 然后自己也慢慢丢了 然后呃 老师特高兴说啊 你是我的传人 其实我觉得代价是把自己丢了 这个 所以我当时出国留学也是为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 就是说呃 我怎么再找回我自己我怎么做自己 然后既然这块我呃很难看到我想要的东西 那么我再去别的地继续寻找呗 呃 呃 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我对学院派的看法 就是说呃 其实好的教育是不分什么学院派不学院派的 好的教育只是把教育只是把艺术家教育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让他很坚定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分了派系了 里面都是利益的一个结合 实际背后是利益的结合 他可以打着各种名号去做是利和权利的问题 所以我想当这个呃 以这个派去说那个派的时候 以这个呃 艺术标准去衡量那个艺术标准的时候 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艺术吗 还是为了权利为了金钱 这个是我对学院派的这么一个看法 呃 我在最后说一个问题吧 然后呃 我看还有朋友有问题吗 嗯 我在最后说一个问题 然后我想这次就先到这里了 哦 我在再等一个问题 然后看一下 大家的一个想法 大家的一个想法 OK 呃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OK 哦 我怎么看当代艺术 呃 这个 刚刚才有一个朋友提问就说问我怎么看当代艺术 呃 其实当代艺术这个词啊 就是 法语这个词叫 啊 工当不悍 嗯 啊 叫 art 艺术 工当不悍是当代的 OK 那么 共 这个词 它这个小词跟前缀吧 叫共 就是共同的嘛 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时间里 就是 当是时间 工当 共同的时间 不悍呢 然后 就是我们共同在我们现在共同时间的这个艺术就是当代艺术 我其实对这个词啊 它的来源就是说我们现在当下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 甭管我们在干什么 比如说那个达芬村的呃那些画家 他们在做的也是当代艺术 呃他们的为什么呢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吃的是这个时代的东西 然后进来的思想看到的东西也是这个时代的可能层次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做的事也是在这个时代里运转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当代里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他所做的就是当代艺术 我们谁都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我们都在看着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东西 包括很多人看这个蒙娜丽莎 看的时候也是用我们当代的这个思维方式 在回看那个时代的艺术在学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当代 我们做什么其实都是当代艺术 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当代艺术在某些场合 它词本身的意义变掉了 变成某一类艺术了 大家要警惕这里面有一个词意的变换 这个变换是怎么产生的 这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在某个时刻 某些人用这个词的词意 慢慢的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意思 变成一个分类的标准 你这样的艺术是当代艺术 然后他那样的艺术 他就不是当代艺术 那么大家就要警惕这里面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mode的含义 这是法语 就是意思是对不起 这个意思是时尚 时尚的含义 你只要做video 你就是当代艺术 你只要绘画里 你只要搞抽象 搞播谱 搞什么 你就是当代艺术 其实对我来说 这都是形式 如果当代艺术狭义的观念 在我看来是什么呢 是具有后现代性思考的 在这后现代性思考这个方式 或者说在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 具有后现代语境 就是后现代的这种感受性的东西的艺术 是当代艺术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网络 就是YouTube上 YouTube 就是很多这叫什么 就是用别人的话剪辑 配上音乐做出歌来 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当代艺术 大家还知道 那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吗 那个也是一种当代艺术 它是一种怎么说呢 它是代表了那个语境下 那个时段下 大家的一个心里很坦诚的声音 拍电影拍成搞装修的 拍的那么荒唐 然后本身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时代的当代艺术 有一次我和我老师 法国的老师来中国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展 然后呢 看到一个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劣质啊 就是有点像 斜简吹的那种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美术馆里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我不太喜欢 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喜欢呢 然后他跟我说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东西不好 然后跟他说了一堆 他说但是问题 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 某一个层面的现状啊 它是非常当代的一个东西 我当时就明白这个概念了 就是说它具有一个当代性 比如说我们 我回北京看到这个 北京这个楼越盖越怪 然后每年我会 大概回去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看到 我朋友去机场接我 然后我看到那个楼 哇塞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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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啊 好 奇怪啊 然后 这种奇奇怪怪 这种不可理喻 其实这也是中国的一种 当代性的东西 其实这些就是我所谓的当代艺术 当然了 我所谓的当代艺术 不是流行的艺术 不是说你具有现代性 你用了现代的材料 你就是当代艺术了 不是 我是从一个 你是否反映了一个当代的现状 反映了一个 某一个小的一个共性 大家都能体会到的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 当代艺术的 就对我来说 是一种当代艺术的理解方式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 已经超时35分钟了 真是谢谢大家了 这个让大家看 在我这浪费了这么这么多时间 80多分钟 我们呢 在两期以后呢 然后就是两周以后 然后我们再继续 然后呢 真是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在意网 还有林林 还有后台看我的这些 在意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 下次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和其他的艺术家 再对聊一些问题 然后呢 看看 就是除了我个人的观点以外呢 大家还能听到其他的 呃 旅法艺术家的观点 呃 那这次就先到这里 呃 OK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